三只猎狗围攻穿山甲 为了破开其防御 猎狗绞尽脑汁 那么咬合力惊人的猎狗 能否破开防御猎杀穿山甲吗 让我们一圈三连 接着往下看 猎狗是非洲草原常见的动物 虽名中带有狗子 却属于猫形亚木物种 猎狗最为人熟知 莫过于狠辣的韬钢绝技 以及强大的咬合力 猎狗咬合力高达1350磅 连狮虎都望尘莫及 它们时常成群结队活动 是非洲草原上 唯一能和狮子相抗衡的 食肉动物 强大的咬合力 配合纯熟的韬钢技巧 使得猎狗群 甚至可以捕杀犀牛 但当它们遇到穿山甲时 猎狗的咬合力 好似不起作用 只见穿山甲 将自己蜷缩成球状 满身如刀片般的甲片暴露在外 随后便一动不动 任三只猎狗来回饲养 而猎狗绞尽脑汁都无济一事 甚至到最后 穿山甲索性直接躺平了 一副咬得动 你就吃了我的模样 此时其余两只猎狗 已经彻底放弃 独留一只不甘心的猎狗 继续寻找突破口 它仔细观察穿山甲全身 最后似有所得 一口便冲起尾巴咬了下去 但用力过猛差点 崩断了牙齿 望着这个如铁球一般的新奇猎物 猎狗们的眼神不满疑惑 这简直超出了它们的认知范围 甚至开始怀疑狗生 自然母亲赋予所有生灵 独特的生存技能 而穿山甲没有有效的攻击手段 只能依赖坚硬的鳞片防御外底 穿山甲的鳞片卢瓦状 从额顶一直到尾目 以及四肢外侧都有分布 并且同朝一个方向生长排列 每一层鳞甲之间均有部分重叠 这些鳞片主要由脚蛋白组成 不仅坚硬无比边缘还十分锋利 这在哺乳动物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就连狮子也无从下口 这只熊狮或许是首次捕获穿山甲 只见它用前置来回拨弄不成后 终于忍不住张口撕养 但坚硬而又锋利的鳞片 很快便让它放弃了 熊狮此时的表情和之前的猎狗如出一辙 心有不甘却又拿它无可奈何 然而如此强大防御力的神奇动物 却始终逃不过怀避其罪的命运 它的鳞片被一些人认为可以入药 导致穿山甲被人类大量捕杀 鳞片再硬也硬不过铁石心肠 如今穿甲鼠的八个物种几乎全部濒临灭绝 在我国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